MING PAO放射牌 哈囉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那這一次要來試玩的是這個 Tank Block Blaster 應該是一個坦克大轟炸吧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RCE應該是一款坦克遊戲 那沒有任何教學 我進來就直接在這個畫面 那是在Google Play上預先註冊通知我的 已經通知我好幾天了 好幾天了 那看起來是一款英文遊戲 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設定好了 有沒有語言可以修改一下 OK有 有語言可以修改 那我們就用繁體中文 也許你在台灣Google Play上面 也許下了下他就幫你抓到繁中也不一定 那這就關掉嗎 還好啊 那這個Push應該是推播啦 就是有一些通知他會告訴你這樣子 遊戲的那個推送吧 OK那應該是一款國際服啦 國際服的遊戲就是會多國語性 然後在各個國家的Google Play上 商城上面放上去這樣 好的那我們改成中文了嘛 是不是 但是好像這些按鈕還是英文啦 但是基本上應該看得懂 那這邊有個金湯然後是怎麼樣 OK看廣告領獎 就是獲得這個30的這個寶石 藍寶石好了 那這個是商城吧 一個推車嗎 還是什麼東西 使用固有技能 不知道耶 喔這樣子是嗎 就是我能用的就是這個嘛 然後其他的要花錢去升級 像這個是三發的 然後這個是 攻擊速度 射比較快 哇要看我十次廣告才有 100次 然後通關第八關 好大概是個感覺 我們現在是只有預設最爛的嘛 然後這邊是我們送我們一萬金幣 然後我可以提升HP 提升傷害 然後這個金幣乘以 金幣X我不知道耶 目前不知道 是過關獲得金幣的一些加成嗎 你看1.05嘛 加5%是不是 那這邊是play嘛 然後這是一個禮包 點點看 禮包應該是線上禮包是不是 你看這邊有一個掛2小時 然後 還是 喔累積我們這個廣告 觀看次數可以獲得的獎勵 大概是這樣吧 嗯 都是一些 鼓勵型的獎勵耶 鼓勵型的廣告收益啦 要不要看看自己 然後這是 也是一樣 看廣告可以獲得兩倍的收益這樣 兩倍的bonus 然後這個是花100個這個寶石 可以獲得三倍的這個bonus mogame應該是介紹他們更多的遊戲吧 這家遊戲 開發商的遊戲吧 還是代理商 不確定 那我們直接play一場好了 我 先猛一點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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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DOWN掉 那我先暫停一下 好了 那重來看看 我剛剛不知道按到什麼 按太快然後就整個DOWN掉了 可能我剛剛按太快了是不是 那我慢慢按好不好 不要再當好不好 拜託 好 那我們直接進來 已經花了三分鐘在那邊看介面 我現在只有 這幾個是不是 那我用這個好不好 然後呢 現在教學 這個是方向 好那我設一下區尼按鍵 怎麼又能來啦 好可以控制了 然後這個是 這是 這是 這是那個控制你的那個 坦克攻擊的方向 你的砲台啊 就是坦克通常會 分行走的方向還有攻擊的方向 我隨便吧 第二關我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我們要打這些方塊是不是 我還有一次要跟玩家打欸 那我們應該先固定砲台吧 因為你走的時候有沒有 你的攻擊也會 隨之 隨之動啊 看起來是一個單機遊戲耶 是不是 你可以 你可以當作自己是一個固定砲台 因為他現在沒有 我不太會受傷嘛 現在我不會受傷嘛 那等你操作瑞瑞靈活之後 你可以同時控制 兩個方向 然後每 過一關之後 會有一些技能可以選擇 但我覺得這個技能 應該只是在關卡中讓你獲得了吧 之後我可能就又沒了 有沒有那種可以知道敵人的啊 知道敵人的數目是什麼 我現在是120滴血是不是 我剛剛好像被撞到 一開始我在射熱鏡的時候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閃避敵人啦 被他打到會受傷 我們來測試一下 看到我們受傷了 巨大子彈怎麼樣 戰場修理是 哇 敵人越來越大隻了 我也要躲耶 我覺得 你一開始 你會瞄準嘛 可是之後你會發現敵人很多 其實你不太需要瞄準 你只要負責閃避就好了 後方砲是怎樣 應該是我後面會 哇 怎麼又會打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的一款射擊遊戲 有那種 打磚塊的感覺 修理戰場應該是回復我們HP吧 不需要 不需要回復HP 目前我還行 欸 盪掉了 那不行啦 我這遊戲 卡住了有沒有 可能不穩定 重開一下好了 好了重開了 恩 其實這塊遊戲 現在是我的第二款模擬器來測試 第一款是 只有音樂沒有畫面 然後我就換了另外一款來測試 這樣子試玩 然後好像不太穩定 不太穩定 我們看一下喔 變成我要重玩喔 我剛剛到底有沒有存檔啊 哇 變成我要存檔欸 我剛剛那個進度不見了是不是 我剛剛突然當掉然後他就 進度不見 那我現在退出喔 我現在是Stage 1的位 第二波 那如果我退出會怎樣 退出 退出還是在第一關啦 所以你還是要通關 然後因為我剛剛 斷掉之後我沒有獲得金幣欸 那我再玩一次好了 我再玩一次好了 我再想辦法玩一次 再 如果他還是那麼不穩的話 我就放棄吧 一開始我們子彈比較 比較慢嘛 然後比較弱 多重吧 我剛剛是用後方砲 然後盪掉 大家不要用後方砲 因為我們是用模擬器玩嘛 那相容性 或者是一些穩定性 當然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開始這個敵人很慢 很少 這個會不會害我當機啊 現在我有一種那種 感覺隨時會當機的那種感覺 我們這已經完全不是坦克車了啦 完全是一個 砲台啦 感覺像一個射擊遊戲 啊 我射不到 可惡 加速 雙重劍好了 雙重劍應該這樣更容易 加速怎麼樣 第五波 那我們就這樣子好旋轉 哈哈 好不好我連動都不用動了 這次我連動都不用動 我就這樣一直旋轉 他來我就跑一下 不用瞄準 嗯... 穿透盪是怎樣 是可以打到後面的人嗎 喔對阿 穿透敵人 好的我們用剛剛那招 我的方向一直在旋轉 怎麼說會射到嗎 爆擊攻擊怎麼樣 好 那個後方炮我不要用 我剛剛就是因為那個當掉 哎呀快跑 哎呀快跑 哎呀我受傷了 欸越來越難了 越來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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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沒有後方炮嘛 盪掉了沒辦法玩 好吧 那... 這一期也是我就先到這邊吧 不好意思啦 因為他真的還蠻不穩的 那... 喜歡我的頻道 就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咯 非常感謝你們 我們下期再見咯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待 會不會再見 你